妻子被多名警察当场侵犯 男人疯狂阻拦 不但遭到警察一顿毒打 还被单手挂在了墙上 尽管被打得不成人样 但他始终提醒自己 只有自己坚强地活着 才能让这些可恶的人付出代价 被欺凌的女友 可怜地躺在警局桌子上 男人有心疼不已 更过分的是 警察队长为了掩盖此事件 以男人袭警罪 把他关进监狱六个月 并且威胁男人妻子 如果敢告密 他丈夫将一辈子待在监狱里 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使人民心中的好警察 做出如此过分的事情 故事还得回到一天前 大庄和妻子下班回家 两人因为拖建房租 房东把他们锁在了门外 他们的对门是个小姐 出于好心 便把两人邀请到了自己家中 小姐每天晚上工作 所以就留下两人独自在家 工作了一天 大庄和妻子还没有吃饭 于是趁妻子在洗澡时 就独自下楼去买包子了 结果就是这么一个举动 改变了两人一生的幸福 妻子刚洗完澡 就听到门外有敲门声 被以为是自己丈夫 可打开门时 却冲进了一个壮汉 她是附近警局的队长 吃喝嫖度 她没有了解眼前的女人 是什么身份 还以为是刚来上班的小姐 于是便在桌子上扔了几百块钱 就开始对女人动手动脚 另一边 在楼下等待包子的大庄 猛然间看到楼上的一幕 赶紧跑回房间 直接给警察队长 按占了地上一顿毒打 并且喊着妻子赶紧逃跑 两人一同跑到警局报案 奇怪的是 警局却把两人分开审问 大庄把犯罪过程给他们陈述 当描述到侵犯者的特征时 手下便一眼听出 说的是自己队长 他问为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蒙在鼓里的他 此时还以为受害者是刚来的小姐 他还以肚子气 说自己玩了个女人 安顿党 便认为自己是被仙人跳了 于是命令手下去会会那个女人 其他人则盯住大庄 本是一场正义的审判 却成了肮脏的流氓交易 手下开始对女人动手动脚 并以外套上有血迹为由 脱掉了她的衣服 另一边 在接触沈温的大庄 猛然间看到了桌子上的照片 上面刚好呈现出队长手上的纹身 立马意识到 自己和妻子进了贼船 接着毫不犹豫的就冲向妻子审讯室 当他拆开房门时 妻子已经被两个变态霸凌 并且还将大庄挂在了墙上 让他亲眼目睹妻子被霸凌的瞬间 几人回到办公室 一同分享欺负女人的喜悦 脸上都沾沾自喜 这事 手下突然尝到女人的信息 这才发现 他们玩的不是小姐 竟然是在工厂实习的女大学生 可尽管这样 他们也没有感到愧疚 而是以袭警罪 把大庄关进监狱六个月 同时威胁她的妻子不能告密 否则将一辈子见不到大庄 监狱中的六个月 大庄根本没有闲着 他摸平所有手指的指纹 因为他要让这些坏人全部死亡 一场复首案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六个月后 大庄顺利出狱 亲自挺着大肚子来接他回家 并进行准备了好吃的饭菜 过完这一夜 大庄便开始了复仇 第二天下午 换警察老二回到家 大庄悄悄从后面出现 一刀吃向他的脖子 把那天在警局里的愤怒 全部发泄了出来 老二在地上不停挣扎 没一会儿就没了动静 不知道过了几天 搜救队在河里 找到了一个白色袋子 里面发出震震恶臭 打开一看 一个未出生的婴儿尸体 呈现在了眼前 里面还有一张老二的警官证 他们赶忙来到老二家中 映入眼帘的是已经凝固的血迹 客厅中央躺着老二妻子的尸体 肚子上被刨了个洞 外检察一下就察觉到 那个男人开始复仇了 两个手下被吓得魂飞魄散 就在这时 两人突然接到了老三的电话 可接通后 却没有人说话 因为这电话正是大壮操作的 当警察他们赶来时 老三的尸体已经被泡在了水池里 他怀孕的媳妇 也一样没逃得过去 肚子上被刨了个洞 两起案件很快轰动了全国 新闻上开始大量播报 大壮为了妻子的安全 两人打算去乡下避避风头 此时全城已经开始戒严 好在巡视了一圈后 警察没有认出大壮 就在大壩准备离开时 老四和老五突然开始赶来 大壮见形势不妙 赶紧下次逃跑 可还是在玉米地里 被坏警察给抓到 现在他们明知道大壮是凶手 奈何找不到任何证据去证明 因为饭船现场没有留下 任何指纹和证据 大壮闭口不说 两人竟然开始强行逼供 拿着大钢钉直接刺穿了大壮耳朵 大壮疼得嗷嗷大叫 但他仍然没有屈服 两人竟然不起笑 于是将桌子上摆满图钉 给他的头直接摁了上去 然后来回摩擦 逼着大壮去承认自己是凶手 另一边 在家做饭的妻子 看到了电视上的新闻 发现两起案件 都是迅妇抛妇谋杀案 他心里求助坏警察的变态手法 为了不让大壮再饱受折磨 其实想到了一个可怕的方法 他拨拖警局的电话 然后拿着一把刀 缓缓地走进卫生间 竟然亲手地抛开了自己的肚子 把即将出生的孩子掏了出来 之后将匕首扔进了下水道 去销毁证据 另一边 警局大队领导推开审讯室的门 命令两人立马放掉大壮 因为他们又接到了一起凶手抛妇案 郑兄现在仍逍遥法外 就这样 亲日用自己的生命威胁 将大壮从警局里保了出来 大壮赶忙来到医院 因为他知道 老四和老五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于是带着妻子从医院离开 结果刚出门 就被老四给拦戴着地下室 大壮一脚油门跑开 老四开车在后面追赶 老五操劲道逼停 然后对着大壮哭哭开枪 大壮失控 一下撞在了加油桩上 老五缓缓靠近 就在他准备开门时 大壮一下打掉手枪 死了被老五抓着给按在了地上 然后拿着加油枪缠住脖子 大壮情况危险 紧急时刻 他扣动满机 汽油刺了老五一嘴 这才成功逃脱 他一把捡起地上的手枪 老五嘴里冒着火光 身上烈火不停 最终被烧死了过去 这时老四开车赶了过来 静止地朝他撞去 好在撞到了石头 这才让大壮躲过一劫 两人在草中中你追我赶 老四用警方不停地敲打大壮 一下让大壮没了还手能力 大壮又守备格挡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这次前方出现一个警盖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 前进警盖对着狗头 一下给老四轮迷糊了 挣扎了一会儿 静止地死了过去 最终大壮也在挣扎中昏迷 第二天 救护车的门突然被人拉开 竟然是已经退休的坏老大 他闻着味早着过来 看着救护车里受伤的大壮妻子 他不但不怜悯 反而还开了几枪 枪声惊醒了昏迷的大壮 他摇摇晃晃从花丛中暂提 尽管全身是伤 还要用最后的意识去保护妻子 坏老大发现大壮 然后凶狠地向他走来 没有废话 直接对准大壮连开三枪 大壮险些重担 全身贪软躺在了地上 就在坏老大准备补枪时 最后一颗子弹竟然卡壳了 原来上天都在眷过着大壮 一闸眼五年过去 坏老大成为了一名老师 他过上了安逸的生活 甚至有人采访他 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警察生涯 去做一个门门无闻的老师呢 他却这样回答的 我想要把好的教育家教 传递给自己的学生 让他们做一个正能量的人 比起警察 教育更有意义 让他一定想不到 这一段采访全部被某人看在了眼里 大壮没有死 并且恢复成了正常人 但他没有忘记仇恨 在某一天 他精装打扮 找到了可恶的坏老大 当坏老大看他的第一眼 整个人直接懵逼了 试图用微笑演示尴尬 坏老大给他倒了一杯咖啡 并且说道 我现在是一名教师 对以前的事感到深深忏悔 希望你可以兵士前前 好好开始生活 大壮直接抓住他的手 接着射向他的四肢 没有给他还手机会 最后一枪直接要害 大壮狠狠地盯着他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故事的最后 大壮和妻子紧紧地抱在一起 他们只是一对受到威胁 就像全球帮助的普通人 本可以幸福度过一生 却没想到 会被一群无耻之徒踏剑和击辱 甚至到最后 恶魔还自己提出想要兵士前险 他凭什么和你兵士前险 难将自己出卖给魔鬼 只是为了还妻子一个清白 他们又有什么错